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点宝马的新款6系GT的门板拆起来吧 首先撬出手勾下面的香蕉小盖,这个比较软,下面有两颗螺丝 六花螺丝刀依次拧下来,两颗螺丝先给收拦好 然后就是塑料夹扣了,将门板均匀拽出 现在可以看到内部的线束和手勾拉线 手指向下顶一点,拆下拉下挂钩 固定线束的卡子用翘板撬开 强调一下前后门的拆卸方法和螺丝位置完全一样 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密封层的螺丝用螺丝刀依次拧下来 取下这层塑料板就可以看到门板内部结构了 这三个螺丝是用来固定锁块的 下面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换上去的锁块,也是咱们今天施工的目的 宝马原厂配件,跟原来的锁块没有区别,但是多了下边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电锡模块 有了它才能实现高配的电锡门功能 咱们直接看换好的效果 只要清带上车门自动分两部细合 低调中满满的高级感 宝马6系集体的门板拆装还是非常简单的 更多车型的拆装和构造会陆续更新 别忘了点按关注,我们下次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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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